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昨天有個頒獎典禮 香港金曲獎 厲害 一個香港獎項的稀客 劉德華出席很久沒見 在金曲獎裡面 他做嘉賓 但網上有些人又罵鬼 又不是罵劉德華 出來唱舊歌 現在 有什麼年代呢?做鄧麗君 又流行經典五十年 還要唱得很特別 唱效歌 我覺得真的像在唱效歌 最後劉德華出場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五銀街Platron 大家一齊進來做我們的會員 如果你覺得 聽我們的影片 有廣告 那邊沒有 我不知道收視會有多高 我昨天想看 我想看班蔣麗 然後喜哥對手機 我看過 我在看狗仔 那算了 你昨天呢? 我昨天在街上吃飯 回到家 然後看一看電話 在頒獎典禮 原來都不知道 原來很靜 為什麼整件事 劉德華來了 劉德華也來了 有二十幾個不來 說有二十四個 還是二十六個沒有來 搞錯 但是大家很關心其中一件事 什麼事 究竟我們現在香港最Hit的那些人 有沒有獎領 MIRROR? 是啊 有啊 開頭又說 會不會被人敢告 沒有不理由 沒有被獎領 好笑 他説 TVB做得好過ViuTV 他說 他自己的私人Facebook 還要個人 要Private 不讓人知道 為什麼呢 ViuTV有沒有頒獎給閻明熙的氣量啊 TVB現在頒獎給MIRROR 嗯 我又覺得 一邊講明大方 他這個規矩放在你那裡 MIRROR前幾年他不頒獎 是啊 現在一個聯合頒獎 是 是不是 其實一出來我只看了一件事 上網 看來都說 如果有一段 嗯 這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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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所說的 聲帶有點老化了 嗯 他說看過醫生 醫生說年紀大 嗯 我很喜歡劉德華 他現在看來都很難再回復當年用了 什麼啊 已經好用了 沒有的 就是唱歌啊 唱歌 其實也休息一下 不關休息事啦 他用錯 不是啊 休息的意思是什麼 嗯 不用再出來做秀啦 不行啊 劉德華哪有得停的 劉德華出來的聲勢 都是叫華仔華仔的 聽了幾十年 開心的 都是那些作樣的 感覺都是很親切的 我很喜歡看劉德華的 因為整個 我只覺得劉德華那裡 我很想去找來看 看到沒事的 人始終都會年紀大 不過他 他不是真的那麼大 你又不見了 秋冠 又不見了 譚詠麟的聲音有問題 本身劉德華用聲音有問題 嗯 他用聲音的聲帶磨出來 他如果用多些 哼哼哼哼的鼻腔音 他不會聲帶磨得那麼厲害 令到有變化 其實叫他可以問譚詠麟 叫譚詠麟 叫譚詠麟唱歌 其實這支譚詠麟差不多接近十年 十年八年 有的 不關退化的事 劉德華用聲音用得不好 聲帶閉合各樣 那個磨擦令到他的聲音有點受損 還有他有演戲 他演戲經常叫 可能有些損耗都未定 希望他可以多些學習 其實劉德華已經夠謙虛 其實他如果去學習 用聲音 但是他應該知道問題在哪裡 他不知道 沒有人跟你說 應該有吧 我為什麼知道 我常常假裝他就知道 我知道 因為他在郭富城也是這樣的 郭富城是磨著聲帶說話 郭富城遲些都會是這樣的 劉德華的中氣各樣 拉咪不代表有中氣 我覺得只有肥媽一個有資格拉咪 拉開咪因為肥媽真的太大聲 劉德華的招牌動作 練習一下 叫譚詠麟指點一下他 叫黑勤那些 你看到很多人的聲音都還在 就算葉振堂也不會這樣 那些也不同 葉振堂的聲音 大二十年 就是了 是發音的問題 不過他現在用一個校長的身份 像是一班學生在後面唱 他自己是一個帶領一班學員 那種感覺 有一種新舊交替 我真的很喜歡劉德華 我會重複講幾次 我怕那些粉絲聽到 他後面站著姚卓飛 姚卓飛即是十幾歲 然後看到 不是父女 是爺孫 爺孫 你看到那個年紀 其實是一個大的斷層 是啊 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沒有的 中間那些是有的 有 不過他們都已經 靜悄悄 中間那一塊 應該那個年紀 劉德華那時候 大熟大勇 不過現在站在那裡 還是叫劉德華 你想想 你有這班人的 那些什麼 蔡安琦 張繼聰 那些 但他又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用 Eric Cox 也是中間那一層 我都說 就是再大一點 六十歲後 其實你應該 你應該 如果你計算排位 應該是中間那層 現在你會被人的感覺 不見了 不過 不是說不見了 而是整個環境 曾經在中間出現了一些問題 導致他好像斷了 是啊 其實沒什麼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紅的偶像 你不捨得他退下來 連日本牧村拓災都是這樣的 我們明白的 那這個就 但昨天他們唱歌唱到 唉 怎麼搞的呢 我們只是看了那裡 我只是看了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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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 沒得說 很效果 好了 就是這樣了 曾志偉呢 希望這班獎禮 就像金獎獎 他說大量歌手缺席 就聲光暗淡地說 給你也不來 MIRROR那班也不來 用一個排舞的原因 有人說藉口 有人說亡 劉德華站在那裡 你誰有資格說亡 你亡得過他嗎 對不對 那也是的 剛剛才去完這個金獎獎 這個轉過頭又頒這些獎 是啊 有很多人缺席 張敬軒 有大獎拿都不來 張敬軒原來是密切接觸者 所以不能來 這個有原因 MIRROR就說排舞 AGA為什麼不來 衛蘭也不來 MC張天賦也不來 有份拿獎的 種種原因的缺席 搞到暗淡無聲 他也算是這樣 TVB拿到劉德華出來 沒有劉德華更嚴重 對吧 是啊 簡直是變成超級 超級 什麼 好像新一代的頒獎 一向都是這樣 不是的 你一定是有些新的 夾雜在裡面 以前的頒獎也是 劉德華真是給你面子 是啊 現在竟然靠他 好啦 很串的 李志剛說了一些 這個已經串了一段時間了 MIRROR他出了一首金曲頒獎禮 公平性受質疑 李志剛說 叫崔健邦代力 這樣啊 當時林敏聰和曾志偉說 叫崔健邦拿出來 又拿崔健邦出來 不過李志剛說崔健邦的樣子像Anson Lo 哪有像啊 哪有像啊 最像那個都還沒叫 叫崔健邦代力 樣子都像Anson Lo 叫波姐嘛 蓬素波 一樣樣子 他們兩個人 人家在網上的Key改圖 一模一樣 我覺得 那時候 真的還波姐 還他一個清白 當年蓬素波 說被蓬寶寶 按住 天才同聲的姐姐 老爸說 你妹姐是大明星 你不是啊 我覺得波姐走錯了方向 如果當年他跟任健輝 扮男人 上台做文武生 我告訴你 波姐一定比Anson Lo 對不對 這個就是Marketing 你沒想到這個樣子是受 去到這一刻啊 對啦 受那個 你說他很剛強 他又不是的 但是他就可以了 對啦 崔健邦不像Anson Lo 李梓江也說了些話 你覺得像而已 哪有像而已 差距離 差距離的位置還有一段距離 對啦 他一早 在電台上也有些話說一下 他說 一早 7月22日 就在香港電台第二台 節目裡面透露 香港金曲最佳組合 就是MIRROR的BOSS得獎 嗯 那 是啊 就是 MIRROR沒有空 他又接下來會開場 開場 開場但也很大 是 他現在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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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舞啊 就說有人受傷 DANCER 是否下跌到什麼 AK說 第一次是意外 第二次是大意 第三次是疏忽 嘩 爆啊 全 全有DANCER 彩排受傷 武道員 全體 黑圖 POSE 呼籲 正視安全 正視安全 Stanley 他說 一定要順順利 平平安安 粉絲自發推� 對鋪 站立在這個舞蹈員 拍手致謝 你又很慘 跌傷了 別人做得不好 AK說的 第三次你是疏忽 跌傷了 得到掌聲 不是說 賠償啊 慰問啊 各樣啊 這些 唉 真是 地獄式排舞 很慘啊 沒辦法的 喂 你說你唱得的 你好像張學友那樣 張學友唱 蘭花手 轉眼圈 唱得 排台位 他不是 他排 他要排齊 是 他要夠大堆 這些表演 你一定是付出不少的汗水和努力 每次拍MV 都有一班DANCER幫忙 最美的鮮花也要綠葉扶持 不然可以在花園街買花 只有你的玫瑰 滿天星不用賣 無論滿天星怎麼賣得這麼貴 沒錯 買一枝一枝一枝都是有限錢 踏踏踏踏施帶 踏踏滿天星踏襯花 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夫 武道員就是那雙白骨 他們傾盡全力 台上台下不分主持 同為一體 是不是同為一體?同工同酬 講就是了 講得好聽 思想就是共產 實際 當然叫姜濤分錢 你打這堆東西是好聽的 公關東西 MIRROR專業 台上台下不分主持 視為一體 互相支持互相保衛 應值得尊重 尊重當然 視為一體 同工同酬行不行 傻吧 他們本身MIRROR 都是有些舞蹈員出身 多明之心舞蹈員 排舞師全黑色Story寫 用我們的命 去滿足你們的自私自利 一次事故 看清人性醜惡 人來的 不是白老鼠 給少少專業 帶老人上班 畢竟吃鹽多過人吃米 不要每次都說執生 其實執生 真的不是無敵的 執到可以笑一下 執不到 甚麼都不知道 怎麼執呀 自跳舞以來 感受最差的一天 真的很荒謬 天亮了很累 但睡不著 是不是 真的很生氣 但其實他們已經開場了 現在已經開場了 25號 怎麼搞 我是人 你是人 大家年輕人 人捧你不捧我 為甚麼你可以我不行 為甚麼你收一百萬 我收幾百元 這個是 我想一定是很 即是姜濤扭傷 可以繼續再來 你明不明白 是的 沒辦法 是的 有些人 錄業 有些人是不認 那件事 尤其是現在很多都是這樣的 就是看著天 大家都是在那裏拍攝 為甚麼人家幫你拍紀錄片 我就在後面幫你做替身 是的 是這樣的 電視台趕工之前 都說死了一個攝影師 都是ViuTV的 杜汶澤那時候說 這麼趕也不知道你在趕甚麼 是的 做這行就是這樣的 不是為甚麼一定要 攀到上去那個位 那時候入行 他說你別想著 放下放下放下 入行就算 你不是做到那個位 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就是我那時候 那些人這樣跟我說 是的 那時候我不明白 入了行就很開心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Sorry 不是的 你人始終是有 可以選擇 你做皇帝是做泰家 是 做將軍還是做兵 有得讓你選擇就好了 沒有得讓你選擇 你自問你是帳上之才 不過你也是一帳功成萬骨 沒有人知道究竟你是甚麼位 都是這樣 你都是萬骨 沒有辦法 這些沒有辦法 那你 看看怎樣 一直做下去一定有人陪襯 你不做就有人做 是 所以這些不知道怎樣 其實他們是需要說得好聽一點的 但是你始終這麼頻密的工作 一定是會精兵制 是 收拾吧 趕時間 那他們引來不滿 他沒有辦法的 對不對 他們這麼難排的東西已經這麼 然後到上台又哭了 他已經猜到劇目 猜到劇碼 正等於一包薯片 我知道他沒有營養 我又猜到他有甚麼味道 但是很多人吃 你知道他 就馬上說 熱浪是甚麼味道 你知道 番茄味薯片是甚麼味道 你也知道 吃完三非子就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沒用 知道 都是要放進口 沒有益 都是要放進口 那些年輕人都是喜歡吃 你吹嗎 明知吃完 口損利損的 隨時刮刀 你也是要吃 你也是要進去做 沒錯 這個薯片論 劉德華希望推動音樂共融 重現四台聯班 ViuTV也一起做 他呼籲 現在 現在劉德華說 你以前在那時候 你自己也不出商台節目 商台頒獎 有得選擇的時候 都是這樣 對 你年輕的時候 有得選擇都會選擇 現在去到某個位置 叫人呼籲 希望以前怎樣 沒有的 旺市的時候 大家不出聲 好了 爛市的時候 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他 人很有趣 我講得出 我以前很喜歡劉德華 我告訴你 我聽他昨天的節目 你唱現場 我小孩子聽劉德華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有型 他說 不用錢看我唱Live 進來聽我演唱會 你怎麼會要求我在 音樂節目裡面 唱Live給你聽 這個劉德華自己說的 我昨天聽到他唱Live 是 唱得不好 唱得不好 他的聲音不好 人的心整天都變 不然你自己40歲的時候 都不是現在你60歲那樣看 何況那些年輕人20多歲 呼籲這些前輩長輩的說話 是這麼說的 難道叫我年輕人也是這樣 不會的 都是說這些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說這些大陸說話 但是看 是 但是 沒有的 這個其實他們自己都 他們自己心知 嘩 劉德華接下來拍拆彈專家3 拍戲都還好的 2都比較 他做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 2知的 那場炸青馬大橋 接下來拍拆彈專家3 嘩 正 我喜歡看的 他的戲夠大堆 大場面 你哪有襯得著天王 你去到幾十歲 你是找些東西襯托 其實 經常都說 一將功成萬骨夫 劉德華下面 何嘗又沒有這堆白骨 當然有 為什麼樂壇會斷層 不是說你霸佔一些事情來做 但是那時候真的沒有人接到你班 很多經理人公司各樣 也都是空窗期 在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沒有想過那件事 或者他們沒有考慮過 會突然之間 會做得這麼快 所有事情都 要講的有時間講 沒錯 好像說什麼 中段為什麼沒有人接棒 沒有什麼 有些人說 鄭家榮之後那些 在TVB紅 鄭家榮那些是四大天王年代出來 沒得出 之後走到電視台做事 蕭靖南那班其實是歌手 你真的有所不知 其實TVB是幫了很多演藝人 接了很多人 真的 接了很多人 有時候我覺得TVB是OK的 某些位置 不過另外一些位置 其實是觀點與角度 不同人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昨天的頒獎禮 但是希望越做越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拜拜